Morning早上 欢迎来收到本期视频 我是正好 在本期视频的短话走进Northeastern University The Monroe McKinno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ster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东北大学The Monroe McKinnon商区院商业分析的理学硕士校 前两天刚跟大家录完东北大学The Monroe McKinnon商区院的 刚才上次录了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国际管理的这个校 然后心想 哎呀 要不然把这东北大学都跟他录完吗 他的意思性呢 竟然讲到了东北大学 就把它都说完 东北大学是个热门的名校 热门的名校是有名的那个名的意思 当然了 排名也还可以 为什么他这个非常受到中国留学生关注的一个学校呢 因为第一呢 他并不难进 这个并不难进呢 其实也得分怎么说 你在那个成绩段位里面 基本上就稳了 你要没在那个成绩段位里面 那可能有一定概率 但是 相对来说的卡的没有那么的像很多其他大学 有的时候真的是真的是看运气 有的时候 第二呢 是东北大学它所在的地理位置 它在Boston 波士顿那个地方 波士顿 波士顿在中国的华人业里面是一个大城市 当然了 它确实也是大城市 但是它虽然没有像 我说的话好多老爸也听 但是事实就是它没有说达到像纽约 在芝加哥 San Francisco或LA这种级别 但是但是它绝对算是二线 也不算二线 就是哎呀 就是北上广有点杭州这种感觉 是的 就是北上广深 广深 然后它 算是杭州武汉那种感觉 也算是非常大 非常繁华那个地方了 所以有些留学生他在留学的时候 他就想说哎呀 我要去这个 一线的大城市 或者去这种美国繁荣的大城市 当然了 这也对 商科教育里面呢 尤其在商管教育里面 一半是学更多的 一半是开过视野 你为什么留学 这之前我有的时候一些想法 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但是呢 不管批评的声音再多 我呢 张老师呢 这么多年了 十几年走过来 依旧是这个理念 留学不是坐在家门口 或者坐在家里面能把学留明白的 留学是要出去开过视野 你为什么要留学啊 飘洋过海 留在这个地方 你才叫留学呢 你坐在家里 打着英雄联盟 打着下落 骂着打野的 你留不了学 好吧 留学是要开过视野的 尤其在商界管理学 我们培养的是未来的商管的人才 那么作为管理者 作为一个具有商业名度的人 你要能够走出来看到世界 那你想看 就像我老师每次在说到Boston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纽约 洛杉矶 芝加哥 有没有名校 有 有多吗 也还可以 也不少 但是两极分化的很严重 什么意思呢 你看纽约 New York City 咱们别毁销视听啊 University Rochester Syracuse 那是在纽约州里面 不是在纽约城市里面 在美哈顿那个岛上 在美哈顿那个岛上最主 最有名的就是NYU 纽约大学 然后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好不好 好 能进去的人多不多 那你看怎么说 能进去的 进去想拿个学历的不少 能进到哥伦比亚商学院的 能进到纽约大学STER这个商学院的 没那么多 那这是尖子 那是尖子 有一说一 你说Fordham Fordham大学也在美哈的那个岛上 六七十名的商学院就业率强不强 强 所以Fordham申请人多不多 多 芝加哥呢 芝加哥有两所名校 University Chicago Booth 芝加哥大学牛不牛 不要过来跟我说治安的问题 这个是概率性的问题 治安哪个城市 凡是民主党管理的这些破州 没有一个靠谱的说句实话 看看Downtown 你看看哪个 我点的刚才一线的城市 有哪个城市市中心晚上 你们敢去散步的 你别说你们了 张老师我都不敢 所以说这治安的问题啊 这就是个概率问题 赶上就赶上 当然我也知道你赶上一次就是一次 但是你不影响芝加哥大学是全美 和全球顶尖的商学院 芝加哥大学的布斯的商学院是全美 数一数二商学院 2022年跟Warren都在并列全美第一的商学院 芝加哥大学好不好 好 芝加哥大学的商店好不好 好 能进去人多吗 不多 不是 现在有句讽刺的话说吗 我之前一直在讽刺一件事情 比如说MIT一年加起来中国人录了十几个 好家伙 在某中间网站上 国内的某中间网站上 他们已经这一年给MIT送了一百多名学生了 可笑吗 那你就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吧 好吧 你看你说洛杉矶 洛杉矶学校多不多 多 名校有没有 有 UCLA的Anderson的Anderson的管理学院 能不能进去的人多不多 中国华人也不少 但是说真的能进到管理学院的人并不占多数 所以就说在这些一线大城市里面 它的教育资源的分化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Boston这个地方还有一点跟很多的这些大城市不一样 Boston这个城市里面教育资源积极的 算是 怎么说呢 它有没有两级分化 有 但它分化的不严重 它有没有顶尖的学校 有 Harvard 哈佛大学 全世界第一 MIT 理工类的全世界第一 它牛不牛 牛 但是它在牛的同时 它的分化严重不严重 不严重 三四十名的大学商界也有 四五十名的大学商界也有 七八十名的也有 或者单向的商科的排名高的 中排低的 有 中排高的 商科排名低的 有 我没糊弄大家 我给大家随便举例子 布兰黛斯四五十名的大学 布兰黛斯大学四五十名大学 一百名开发的商学院 有没有 有吧 Boston College 双优秀吧 Boston College 博士顿学院 是不是比Boston University稍微好一点 Carroll的拐地学院 是不是比Questum稍微好一点 是的 那么跟今天我们说的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The Monroe McKinnon商圈竞争的 Boston University 博士顿大学 Questum的商学院 是不是双优秀 都在五十名左右 是 东北大学是不是在双五十左右 只有今年不是 去年还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东北大学在2023年的商科排名 2022年MBA的商学院排名是在55名 今年一下调到了85名 我看也是不是85名 别到时候又说 又又又你们 毕业的母校就过来喷我 真是85名 你看 不是我说的话 不信去查2022年MBA的 商学院的排名 55名 一下调了30名 在2022年到2023年 变化能变化30名 这种间隔的 就是大幅度的进行调整的 一个是东北大学 大幅度的下降 另外一个是雪虫大学 Syracus University 大幅度的提升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USNAS肯定有它的道理 但是它确实大幅度 但它影响不影响 东北大学依旧被中国人的追捧 不影响 影响东北大学 它的地理位置 不影响 就像举 举那么简单一个例子 你把哪 你把任何的经济体 搬走 你都不能把一个大学 说东北大学 咱们上了上了 要不咱们搬个家 那不现实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 占据了 Botson的市中心的 核心的地理位置 它跟Botson College Botson University 和MIT和Havard 包括旁边的 Semis College 包括下面一点点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Boston 包括 包括以及 Botson周边 辐射的这几个大学 有名的 像Branda 像Botson College 像Benton University 包括上面的Tuff University 像北边的Tuff University 这些都是辐射的这些大学 形成了极强大的 极其强大和集中的 波士顿地区的学术的氛围 波士顿大学 颇有一种 北京市海淀区的感觉 你如果把Botson所在的地理位置 看成西城区的话 西城区的教 北京市西城区的教育资源 极其的 极其的强悍 可以说是 我是海淀六小强 所谓的现在六小强 当年没得干你呢 当年我上一年会儿 现在六小强所毕业的 那你可以把西城 看成Botson的核心地区 然后把辐射的这些 这些学院 Botson周边这几个大学 可以看成就像海淀区的存在 所以就可以 就可以 直接的告诉大家 Botson这个 波士顿这个地方的 教育资源的 有多么的聚集 它的商业 它的经济 它的教育的能力 拿得出手的 顶尖的数一数二的 MIT和哈伯 就算一个辐射的 像这个Botson College Botson学院 这个Botson College 创业学在美国 也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教育资源的能力 还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说的 这个North City University 的Morrah McKinnett商家 还有一点 在美国是数一数二的 它的实践类 和实际类的 项目的能力 它的Co-op Co-op跟Intership 是一个意思 就是一边上学 一边实践工作 学校会给你CPT的 国际生 CPT就是能够 一边上学 一边工作的许可 然后在这期间里面 你可以增强 你的全球人才的 全球人才的职场的 相对竞争的能力 通过在美国的 本土的实习 和实践类的工作 这个项目 不是我在这夸的 数一数一 张老师的话 都是有根有根据的 US News也给出来了 Co-op和Intership 在这个单项里面 东北大学 全美第一 全美有两个大学 在实践类项目 很强 一个是东北大学 另外一个是在 菲利达菲 费城的 Drasso University 德里塞尔大学 也是实践类 数一数二 好吧 我这跟大家不扯得太远了 我们今天一块来 看一看东北大学 我们先从这个聚集的 这个教育资源 我们一块来看屏幕 这个教育资源 这个Bin这个Map 有一个很好 我非常喜欢用Bin 还有积分呢 为什么我不太喜欢用Google 就在这 它有积分 我还是一个big fan of Microsoft 我是一个大的微软的 所以 所以这个 你用Basic 用那个Microsoft 我当然了Google 也可能有同样的功能 我不清楚而已 这个Microsoft 并有一个叫Searchist Areas 然后我Search College 我在之前的那期大学视频里面 给大家说了很多 关于那个 给大家标出来的 这几个重点的大学的位置 在这期视频里面 我就不再重复这件事情了 好吧 没有什么意义 再标出来这些大学所在的位置 大家看 所有的小蓝色的点 所有的小蓝色的点 都是一所学院的位置 如果把这个地图再缩小 再Searchist Areas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大学 包括你看这 我为什么把鼠标 放到这儿了 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我都知道 Brandes在这儿 你看Benton University在这儿吧 Wesley College在这儿吧 然后Bobston在底下 然后Brandes在这儿 Brandes University 所以这就Boston大学 这个地区的 你看不管你搜哪儿 你看这个蓝点的密集的程度 就蓝色的点 就是包括你看University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Boston就在下面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Emerson College Emerson College在旁边 你就看这个密集的程度 包括这个地方 隔海相望 这是什么 MIT Massachusetts MIT就在这儿 Boston University在这儿 Metropolitan College 大都会学院都出来了 对吧 Northeastern就在这儿 你看这个地图 已经缩得很小了 如果把地图再缩小点 你就看看这个有多密集了 大家看这个点 这还是能数到它名字来的 估计还没有 全部都点完了 能数成名字来的大学的点 就达到了这么多 就达到了这么多 你看看那个密集的程度 而它就在美国地图 这么小的一个区域里面 极其的教育 极其的资源 极其的集中 可以说什么 这边聚集了太多太多的 中国的留学生了 太多太多太多了 看看这个地方 把地图再放大 你看就出现了 其他校区的东北大学 其他校区的 就放大了以后 就更有名的大学就出现了 你看包括Boston College 对吧 MIT就在这 Northeastern 对吧 好吧 我就跟大家说清楚 这个位置 地理位置 包括整个城市的感觉 这个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看看 这个城市的夜生活的感觉 在大都会里面的这种感觉 好吧 它的地理位置 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卖点 包括这个Boston城市里面 有这种感觉 这种小路这种感觉 好吧 我们快来看这个校 这个 等我先补一口能量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Demoral Demoral 是一个人 McKinn 是一个人 两个东北大学毕业的校友 很成功 两个人一块捐了一个大学的钱 所以说他把两个人名字都搁上去了 你看他开这个项目 其实还算不少 说真的 你看 比如你如果看Boston College Carroll的管理学院的话 都是那大学院的话 你看他没开什么硕士的项目 他主要就在正中他的MBA 包括他的经济学会议学 他看着很顶尖 你看Boston University 有没有一种感觉 波士顿大学相反来说 Boston大学的Crastrum 有一个商圈吗 开了几个硕士项目 开了三个 然后他有个Metroportian College 大都会学院 开了一堆跟商科 商科相关的内容 但你再看这个地方 Northeastern 东北大学 这个Demoral 他开的都是正儿八经的 商圈的项目 你看 你看包括硕士的项目 这是在商圈开的 Accounting会议学 对吧 Business Analytics 我们今天看的项目 商业分析 Finance 金融学 还没给大家录过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在我前两天视频里面 刚给大家录过 也就三天前 两天前 然后Management 好吧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商业分析 这也是一大热门的项目 数据分析 或者商业分析 这个项目 我准确点叫商业分析 因为数据分析叫 Data Analyze 或者数据科技 叫Data Science 我们这块看这个 Master Science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的项目 12个月 到20个月 然后在Business 或者Online 那国际商业分析 在这的话 需要在Business 面对面的上课 看他怎么说的 这个Business 这个大学的观望 我一直觉得 做了实在是有待提高 他都太偏这一边 不知道为什么 Data is king in today's digital economy 一句句话 这么短一句 还来个句话的提论 叫数据 是在今天 Digital economy 就是在今天 数字化经济里面 数据是国王 数据重不重要 重要 数据太重要了 然后怎么渴呀 今天 Excuse me Data is the king in today's digital economy 在今天的电子化的 这个经济 数字化的经济里面 数据是国王 准确吗 准确 数据重要不重要 重要 对吧 好家伙 Business leadership in distributed age requires ability to choose the right data analyze it skillfully and leverage it strategic decision and error shrinking timeline 什么意思 那今天商业的带领者 他暗指你 你作为具有这个硕士权领的商业的带领者 有这个能力去 去选择正确的数据 数据是很多的 数据是很多的 那你有没有能力去选择正确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这很重要 analyze it skillfully 有技巧的去分析它 知道用什么正确的方式来分析这个数据 到底是用R 包括table 包括path 你知道怎么来分析这个数据 哪种分析的模型是对的 包括 包括excel and leverage it for strategic decisions on error shrinking timelines 要 and leverage it on strategic decisions 要能够撬动这个杠杆 让数据为商业的business decision 商业的决策所服务 所以这叫撬动这个杠杆 our innovative STM designated master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 program 它我们的创新的 并且是STM的 STM认证的 什么叫STM认证 STM是什么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和mathematics STM认证的项目 重要不重要 重要 在商学院里面 这些项目 在美国大学里面 这些项目 一旦是STM认证了 国际生毕业以后 有延长的工作的许可 所以非常的重要 master in business analytic program 他把Demoral McKinn signature focus on tech economy Demoral McKinn 他的最具有签名价值的 signature叫签名的 他这里面意思就是最大具有代表性的 signature 都可以就以就是 就签上署名的那种感觉 就最有名的那种感觉 这个意思 focus on tech economy 放在科技的经济体上 在了解这个科技和数据化带动经济体 能够快速的给出解决方案 更快速的 而且非常自信的 在商业分析里面 一直这个理念 让数据告诉商业发生了什么 like the data tell the story master in business analytic program overview 看一眼 整个这个项目是怎么开的啊 Program structure Class schedule 然后schedule 然后十个core 你看stinwall complete 10 core courses 十个核心的课程 然后media to friday 然后ba la ba la full text进行 22个月或者16个月 那么国际生如果能上时间长的话 上时间长的 增加在美国本土待的时间度 这一点 时间的长度拉长 这样你对这个本土化的商业 跟他了解 同时一般长一点的项目的时间 都有带时间的项目去参加 好吧 我今天这么累呢 这怎么回事 每天都咨询6到8个小时 好家伙 Fortime MS in business analytic 商业分析的硕士的项目 12个月和16个月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多了一个graduate co-op 或summer vacation 为什么叫graduate co-op 所以国际生为什么要上16个月 太重要了 graduate co-op 这个co-op 这个时间经济在东北 你去 我跟大家再说一遍 我把屏幕切换 你去东北大学 这个大学说真的 是属于时间性非常强的大学了 你如果去了东北大学 务必要参加东北大学的这些时间类的项 这些innership和co-op的这些项 一定要参加 一定要参加 商业的人才是实践出来的 商业人才不是打着英雄联盟 在那撸啊撸 在那坐在那里 天天骂人 你去看看 真是有的时候 让我路过一些中国的情人宿舍的时候 十分的心狠 我有时候 遇到一些中国留学生 住的人非常多的 一些地方的时候 我就听在那楼里面晚上 就因为美国楼很矮啊 基本上大家有时候开着窗户玩游戏 戴着耳机 就是在那里面就是 来抓下路啊 那干嘛呢 然后就开始骂人 玩游戏 我不反对玩游戏 我张老师我也爱玩游戏 我也爱玩啊 我也玩 但是但是但是要实践 就是学校如果有这个机会 多让你走出去 一定要多实践 感应实践 要我一直相信美国有句话 叫play hard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是就是疯狂的去工作 去努力疯狂的玩 玩也要疯狂 但是学的时候更要疯狂 就在这点上 所以如果有这个co-op 一定要去参加这个graduate co-op summer vacations 包括这个 我要take summer vacations 你没必要那个休息 好吧 去参加这个co-op 去参加这个实习 你看他 你看他这个STM的认证的项目 所以国际生有延长的 增强国际生就业的能力 然后F1 student 可以给你F1 作为学生签证 因为是full time的format OK 然后他的教学的主要方向 这个通过来 就是这个网站设计的 你就看看加州设计的 多清楚 网站设计偏这一边 偏的厉害 而且他不是自动适应的 让我有点难受 他主要教哪些呢 Gain exposure in data mining statist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utual varieties testing and predictive modeling 要数据的挖掘 数据分析 量化分析的 量化分析的各种技能 就是其实说白了 就是数据的 这些的技能 这叫硬核的硬性的 data skill 数据的技能 在商业分析的专业里面很重要 and apply what you learn in the classroom 是我们的lending company starts or graduate co-op 然后把你学的那些上数据分析 上线分析的内容 怎么样 去应用 应用在哪里 应用在graduate co-op 在研究生级别的实习的项目里面 然后还学这些数据分析的软件 Python RL SPSS SQL Tableau等等的 commonate data so in class case study 然后以案例为主导的教学的方式 personal guide career coach 这些都扯了 不了不了 国际生可以有三个月 三个月也就三年 36个月三年的延长的工作的许可 你看这个大学 是不是稍微简单点 不需要 不require 不需要GRE或GMA的成绩 所以我说了 他 你想他有竞争 说白了 大学是不是一份生意 是 别不爱听 大学你当学生 你稍微交学费 交 隔着一个公务员 这边是Demore McKinn 这边就是Boston University 你说 你说 你说旁边 胡适当当的Emerson 再往下 你在这个地方缺商学院 旁边的Boston College 然后在实在不行 里面还有University Messachusetts Boston 你 你这个地方缺学校 不缺学校 这个地方有没有竞争学生资源 竞争 学校的各个排名 也都在竞争 所以在这个Boston 那个地方 他竞争的计划的情况下 就给中国留学生 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这很好 没什么不好的 Language Language Proficiency 用你的语言成绩 我们来看看他开什么课程 国际上只能是Full Time 因为你要拿这个Styna Visa 这就不说了 还有核心的课程 那网站做了 实在是 Required Courses 核心的课程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Analytics 借来告诉你 什么叫做商业分析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ow Business Analytics inables company to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商业分析是怎么 让这个公司 更具有竞争力的 包括Simulation And case studies 模拟和模拟公司的运转 和你的分析 然后Analyated perspective Bla-Bla-Bla Predicted customer service Quality Resolution Ethicality Analysis Foundation of Data Analysis 这是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 然后用到数据了 那么数据的话 就教一些硬性的 数据分析的技能 Data Analysis Command Underline Business 包括Data Virtualization 你看到没有 Probabilities Modeling and CERN Exampling Examination Confidence Intervals 你还是不教一些 数学理论基础 教的这些数据分析的 硬核的技能 这是教数据的课程 然后Business Analytics 然后商业分析的 商业分析的方式 选择正确的商业的 这个数据分析的 模型的方式 Data Mining Machine Learning 看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 对吧 等等的 Dashable for Business Information Virtuals and Dashable 这是教你 怎么把数据可视化吧 你看Effected Data Presentation Communication Requires for Effected Data 将你做出来的数据 告诉什么 商业分析 离不开一个核心的概念 Let the data tell the story 让数据告诉商业发生了什么 协助商业的决策者 做出更加高效的商业的决策 So 所以呢 Ethical Use of Information Distance Storing Telling Infographics Immersive Virtualization 对吧 Information Dashboard Design 那么将数据变得可视化 因为你想做的 这就是数据 刚开始前两年 受到很大的挑战 刚开始人们有数据化 这个概念的时候 五十多岁六十多岁 白人大佬 吃着像我这的 飞桌大蚌 我能一坐 也是都这样的 你让我那数据 我怎么知道数据 是什么呀 我会 我会 我会计算数据吗 我不会 但是大爷 我运转公司 三十多年了 我不知道怎么运转公司 刚开始 看了很多哈佛的 哈佛的商业里面 讲的就是美国这帮公司 一个大佬 觉得自己运转了 三十年的商业了 你让数据告诉 教我怎么做人 你让数据告诉我 怎么做出商业决策 我听你 我心里个鬼 前两年都是这样 十年前 数据刚开始被引入了 那大佬也不会 上飞 你让一个五十多岁 管理一辈子公司 让他去学习数据 他学习不了 那么他们知道什么 他们知道怎么看报表 所以要把数据 变得可视化 让数据可视化 形成这些报表 给这些商业大佬看 比如说我至少知道 OK这个地方 密度比较高 density比较高的话 那我在这个地方投资 我这个地方收入的 平均的曲线是怎么样的 那么可视化的图表的图形 在这里面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里面数据 数据 光有数据的技能 那个叫做data算 那个叫做数据科学 或者data analytic 数据分析 将数据能够变成商业里面 做出决策的方式 才叫做business analytic 商业的分析 你看他其实很强调 virtualization的能力 你看这里面 这virtualization又出现了 包括这个地方也讲到了 virtualization 就可视化 我觉得东北大学这个教的思路是对的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 你一句可视化出来 才是真正成为商业的决策者的 一个辅助的工具 data mining machine learning 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 这些都是硬核的商业课程 business information design quality strategy 叫做战略了 怎么能够采集数据 挖掘数据 分析数据 那么商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刚开始在做一件事情 就要想好这个结束 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结果 with any mind 对吧 有一个结果 business analytics capturing course 然后student applied business knowledge from a real 你看这个就时间就很强吧 student applied business analytics knowledge they have gained to collect virtualize analyze and manage data from a real company 从真实的公司的数据里面 来挖掘实践和应用这些数据 让数据告诉我们商业里面 发生了什么 这选修课程里面 选9个semester course 这选修课程里面 第一门好家伙 global talent management 跟这个商业分析 我问你有什么关系 你突然来这么一节课 这感觉全球 国际管理里面的 excuse me 这感觉全球管理里面的课程 都出来了好家伙 你看真是啊 你看都是 你看cross cross function system 然后 亚洲跟商业分析有关系 这个地方至少出一个 比如说human analytics 或者human resources analytics 这是商业分析 我觉得他这个选修课程里面 开设的这个广度不够深 说真的 不过也正常 80多名的商讯 也不能跟三四十名的比 是吧 还是有差距的 还是有差距的 客观一点好吧 engaging customer market 对这个是连接设 你看这门课 我觉得开的就 跟商业分析有点关系了 就是 其实说白了 包括我先看完这个 就这个 我觉得 customer centric centric这个research 客户为主导的 包括design design sampling engine measurements customer performances modellings 客户的 就这几个 我觉得 workplace metrics 这几门课 就这个 这个 这个 和这个 metrics 这个 这几个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跟上分有关系 其实 我在杜克 那杜克那个 当然了 我对于东北大学 不公平 那杜克大学 毕竟是前十的 前十的大学 前十的商学 但是我在杜克 那个大学的 那些视频里面 讲到了 他的那个 MSQM的项目 叫Mathocentric Quality Aided Management 量化管理的 那个理学的硕士项目的时候 杜克开的 非常的前卫 他甚至 他不光定义 他甚至改变了 而且在原有的 现在的基础上 在商业分析 教育的能力上 他把这个事情 更加的优化 他是从学生 刚一入学 他就想听着 这个学生 往哪个职场 发展方向走 然后一系列的课程 都围绕这个学生开 那要求很多的 教授资源的 当然了 你拿一个 前十的大学商学 来跟大十多名 来比 这个也不太公平 但是 但是我们拿正常的 比如说五六十名的商学 或者七八十名商学 来说的话 商业分析 其实要看这个项目 开的是否 有一定实例 要看这个项目 是否 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就是他有没有下分的 分支型的concentration 和这个field 或者叫做 field emphasize 就是你专注哪 说白了 就是你在商业分 因为商业分析 是一个广泛的一个专业 商业分析 可以应用在各行 各的业业上面 我问你 会计学上 用不用到商业分析 需要 我造个杯子 我造个 我造个杯子 我都需要商业分析 控制温度 控制游转速度 对吧 我造个领带都需要 我造个任何东西 都需要商业分析 商业分析 可以用在市场里面 商业大数据 最早也从市场来的 我可以用在公共链里面 可以用在运营里面 而商业分析 它为什么category 你看 department bureau statistics 老总统集局 给出来的 那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为什么商业分析 是属于operation里面 运营里面的 因为商业分析 推动了公司的 operational efficiency 推动了公司运转的效率 和它的效能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让公司店的 运转的更快速 更有效 所以说商业分析 可以用在各种领域上面 销售里面用不用到数据 需要 全球战略里面 这可能多少需要用到数据 市场里面用到数据 金融里面用到数据 那么好 学生学完商业数据 大数据分析以后 那么 如果这个商业开出的项目 没有垂直下垂的领域 比较深 比较多的话 那么学生没得选的话 那我问你这个学生 毕业以后 他往哪个方向走 这就是对于很多商业 你提供 你以为商业不明白吗 很多大学是明白的 但是他里面需要 但是 Cash Money Money Support Money 钱的教 雇一个教授一年 20万美金的年薪 这些顶尖的商业 你配多少个教授 你配多少个教授 在这个学校里面 你能说到多少个学生 你比如说你一个 我们看顶尖的 有些大学的项目 比如说一个商业分析里面 下面一个市场学的分支 一个市场 一个在商业分析 这个专业下面 市场学的分析 这一个分支 就开了40多门课程 那你 那你知道 其他的商业怎么玩 其他商业没有这个 这个财力的能力 没有这个课程的能力 没有这么多学生 没有这么多教授 有些大学 他教得起三个教授 带一个学生 但有些大学 他只能大过主角的 一个教授 带二个学生 这是一场生意 这是一个 你学生要交学费 然后学校要配备资源 这么一场生意 所以你有时候 反过来想这个问题 是不是就能理解 为什么很多商业 他开着下分的分支不够强 但是如果下分的分支 开的不够强 不够分化比较多的话 那么学生在毕业以后 他的职场的垂直度 是否够深 就引发了下一个思考的问题 所以你还为什么说 这些能够开的比较 这明显偏市场学 这都是市场 以消费者为主导 消费者为中心的分析 Cosumer performances 消费者的表现能力 就研究消费者能力 在公司 在针对消费者服务消费者的能力等等的 因为最早市场学部门里面 大数据 为什么引入职员来观测 来测试 公司在市场上面 他的应用的效能是怎么样的 所以大数据被引用了市场学里面 所以这就为什么 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 整个这个项目看过来以后 他的下分的课程就明显 当然他只是举了一些例子 在这课程里面 Elective 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 他应该 很多大学其实都是有分支的 仔细思考再说什么 好吧 简单为止 这是full time 一个这个 全程的一个上课的能力 introduction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的分析的课程 在full 然后你看 你看你看 你看他的思路 先教你商业分析 然后data analytics 刚才我们说的warehouse data data这个business 然后看car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virtualization data mining machine learning 先教你核心的课程 然后让你选 你看都是让你选capture 我觉得他更多的 他没有 我觉得东北大学 他的思路是更多在于实践 他没有更多的 在美国领域里面 让你垂直的那么多的选项 能力都在说什么 他的他的 你看这本身就是一门实践课程 然后这边还有选 就是elective courses 啊 所以你就想一想这个 然后你看 这有一个msbmsb msb 然后你还可以达到一定GPA 你还能拿一个MBA 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能看到这写的什么吗 其实我还是有话说了 在这种这种 就是这种一年之硕士 再加 再读一年 或者再读一年半 再读半年的拿一个MBA的 我一直对这个事情是有看法的 MBA本来是一个管理学的 综合性的学历 MBA要求学生有三到五年的管理型的 中层管理型的管理的经验 如果MBA太好进的话 一个大学MBA太好进 通过一年之硕士 顶尖的商店有没有这种项目 也有 但是你看东北大学 我们当时在看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那个的时候 他坐落在Boston这个地方 可是学生平均的工业工资 也就八九万的美金 那么这个也就很说明问题了 就是说整个的在Boston这个 但是你同样对比Boston University 和Boston College 你可以大家可以看看Boston College 尤其是博士顿学院 他的平均的MBA的 平均的毕业的学生 那都是十几万一年的 平均的就业工资 所以说他还是有不少差距了 在这方面 有很多事情 不是张老师不是在这高级黑的 只是让大家更加中肯客观的 来看待每个大学 当然我们也理解 他是85名的商学院 对吧 还带着发展的眼光来看他们 东北大学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Cowall 这个实习的经历 包括他整个贯穿的 整个的上学期间 都这些Cowall 他并没有公布 单一项目的 平均的就业水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很多大学都公布了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吧 反正不公布的大学 我都感觉 我觉得他们自己肯定是知道的 他们自己肯定是内部 是有数据的 或者他们在哪个官网上 哪公布了 我不知道而已 好吧 Masal Science and Business Centered Program Dedicated 这些都是 我在 那个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那期视频 我们跟大家看了 千篇一律的 同样的重复问题 我都不再重复讲 Business Centered 这是Part MBA 这就讲的是那个 读完的项目以后 可以连接读一个MBA的项目 我还是那句话 你看我还是那句话 我对这种一年之硕士 然后连接附带MBA的事情 我一直 反正我带我学生的时候 我就不会让他们这么干的 我带我学生的时候 就是让他们读完硕士以后 在工作 在美国本土工作三到五年 然后通过你的工作经验 很多公司是给钱的 去供你读MBA的 我还是觉得 你应该真正有工作的经验 因为你做了班里MBA 是一个综合型管理的商业人才 你做了班里 不知道再说上 或者你没得交流 当然了 当然了 我也知道很多人 想要MBA的学历 这就是忍者见仁 知者见智 好吧 东北大学的学校的样子 我在之前那期视频里面 刚刚说完 我就不想再重复了 非兔么 说了无数次了 当场Business 做一个大的城市 很多人啊 你看这个夜生活 也是英勇尽有 很多人啊 很喜欢那个 这个这个 Business的风格 这种小红砖楼 这种 反正 我张老师是无感 我是个俗人 好吧 那不用管我 不用管我 喜欢不喜欢 你们喜欢就好 很多人觉得 这Historical Downtown 这个很有感觉啊 包括很美国 老的美国那一套 有点英国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 反正 反正有点像纽约 New York Downtown New York 那个Mahadden 那个有些建筑 有点像 反正张老师 这个俗人眼里 我感觉 东北 东北区域都长这样 都那样 跟废舟也没什么区别 说真的 你单打这一栋楼出来 你问我说 这是废舟 这是Business 我还真不好说 说真的 所以说你这个 对吧 好吧 我拿过来总结一下 哎呀 我今天呢 抓紧时间 因为我不想废话 因为很多的 说过的内容 包括周边的大学的环境 地理环境 包括整个城市的地理位置 所在的优势 包括城市的面部风格 包括等等的 包括东北大学 开车的一些理念 包括它竞争的空间 大家可以看Business North East University的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就国际管理的那期视频 同样的内容 同样大学 只是项目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视频 就重点来说的 这个 Shanet Finch Business Analytics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给我一种 什么感觉呢 就是 它是SDM的项目专业 它是国际生毕业以后 延长了工作 取口的专业 国际生可不可以选择 可以 这个地理位置好不好 好 它的项目 项目一般 它的项目说真的开了 包括它的选秀的 垂直性的课程 我知道很多学生 看视频 因为它大数据的推荐的因素 它会更多的 因为大数据其实知道 大概你是从哪毕业的 哪个大学 你关心什么 它推给你 然后有些学生一看着 这不是我的母校吗 然后有些人带着心态 就是 我的母校只能夸张 不能夸张 一点都不能说不好的 然后就是张老师高级黑 说真的 你们都过来人了 张老师都毕业的人了 我们都是过来人了 我们何必不让未来的孩子们 有一个更中肯的一些思考呢 你说说破大天了 它一个85名的商圈 你让张老师怎么拿85名的商圈 跟把它非要夸成30名 和前10名的商圈吗 我做不到啊 这让臣妾我做不到 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这项目是不是没有 没有开设了很多的 随之性的分支选择 但是这并不影响东北大学 他注重实践性 他有一说 因为他的实践性是很强的 我们不偏他 但是也不护着 对吧 不能偏他 也不能护着 但是也不能乱喷 要中肯睿智思考来这件事情 并且面对学生的选择 大多数选择这个大学的学生 手里同样握着 Bosset University 波士顿大学的offer 那你就想了 我到底是去东北大学 还是去波士顿大学 我说的波士顿大学 当然你如果被Bosset College 那你就应该去Bosset College 但你 我是说 波士顿大学和东北大学 我应该去哪个呢 我应该去哪个呢 那一个是 如果你两个 前提这件事情的对比性 是你两个都是商选录取 你别Bosset是 你别波士顿大学是 什么Metropodern College 录取 那我就觉得 我觉得没有可比性了 你如果是被Classroom录取的 那MSBA项目 然后你是被 Northeastern大学录取的 MSBA的项目 那你就要思考了 我应该去哪个 两个地理位置基本上相似 那么这期视频对你是有意义的 那么哪个项目开的更好 哪个项目开的更 更加的符合你 你到底是看中实践 教学的能力 因为地理位置 已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两个大学可能走路 也就20分钟 10分钟 20多分钟的事 都挨着 都都互相看见 对不对 有些事情是值得选择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商业分析的项目 这个商业分析的项目 在多个领域方向开设的 我觉得把该教的都教明白的 尤其是数据的这些分析的能力 很多的说真的 这些商业分析项目 有点千篇一律了 就是教你先教你数据分析 商业分析的这些技能 教完以后应用在各个领域里面 其实真正大学之间的差距 就是在应用那个领域里面 应用的深度 广度 实践性和毕业以后 他能不能退了学生 就业的就业的情况 好吧 以上呢 就是North Citizen University Mormon King的这个东北大街 The Mormon King商卷的MSBA的 商业分析的项目 我每周呢 有五岛的免费的资金时间 那如果想联系到我 可以给我发现 firstin.lastmanhandelsy.com 当然你通过微信联系到我 P3C H&S或者P3C G&G 或者P3C Eric 以上就本期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S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annesi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hie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We don't do it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You don't do it